最近天气变化大 很多人因此不小心感冒了 但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比如说流鼻水打喷嚏 拖了两个星期都没好 一定要赶紧去就医了 就问女子她发现 也是拖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之后她发现 她怎么闻不到饭菜香了 才去找医生 而医生说了 如果再严重的话 可能会造成神经受损 就一辈子都丧失 嗅觉了闻不到食物的美味了 但是我说是会很快啊 早上来杯咖啡提神洗脑 咖啡的浓郁香气很迷人 不过少了嗅觉 就只能喝到苦味 结果患者因为感冒鼻塞 流鼻涕以为是过敏 原本不以为意 后来吃饭却发现 自己闻不到菜香味 吓得赶紧就医 鼻水一直打喷嚏 因为这样的结果 久了之后 神经有些年代 受到发炎反应的影响 坏掉 神经也是长在粘膜里面 那鼻粘膜这些受伤之后 神经也年代受伤 医生也表示 时常碰到失去嗅觉的患者 通常都有鼻过敏的症状 这些人往往一拖再拖 两三个礼拜就让神经坏死 最严重一辈子失去嗅觉 还曾经有人因为鼻痘炎 三十年都闻不到食物的香气 经过治疗 终于又闻到熟悉的味道 让它欣喜若狂 必须提醒 如果出现打喷嚏 流鼻涕的症状 超过两个礼拜 一定要立刻就医 以免嗅觉神经坏死 从此和美食绝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观看